舅舵还想取拿来实际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挺有勇气的 大话谁不会说 匹夫之勇吧 那便是萧家那小家伙 不是说是个不能存储斗气的废物吗 看他那副气度可不像是强装出来的 不知为何 这小家伙给我一种挺熟悉的感觉 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拿兰老家伙 那就是差点成为你拿兰家族女婿的萧家小子 似乎并不像传言中的废物 这般气度与星星 在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可没有及格呀 年轻人凡事留一些 不过既然你这般要求 那就随你生死各安天命 今日三年之约已至 你们以前的恩怨将会彻底结清 希望以后一切纠葛可以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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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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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云南宗少宗主 这般强硬的斗气 缩影就有 风铃 尊心剑 听说纳兰师妹 近几一年时间 便将这玄阶终极的斗气 修炼出五道界型的地步 唉 我修炼了近两年 也不过才四道啊 这刚开始 便是使用这种等级的斗气 恐怕是要速战速决啊 那小姐的小子 可要倒霉了 既然这样 那别硬剑 怎么突然夸了这么多 麻吉 弄来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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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若真认为他这么容易就败了 那也太小看云兰宗的栽培了吧 这小家伙不错呀 不过刚才的攻击看似凶猛 却并没有给纳兰燕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错 云兰宗的飞絮身法 看来 这三年云兰对他的培养 很是尽力呀 他体内的能量 正在急速增加着 而且隐隐有的突破斗士界限的趋势 云兰宗的秘术果然不凡啊 硝烟的小家伙 也不是咱省油的东啊 嗯 而且他手中的那把大黑尺 似乎也有些诡异 看他双脚落地时造成汽油 那尺子应该很有分量 刚刚尺子离手时 他不成速度 甚至连斗气都瞬间变强了许多 嗯 我真的挺好奇的 这小家伙到底是凭借什么 能在三年内拖到废物的名头 还这么快 就追上云兰宗重点培养的 拿兰燕燃的 拿兰燕燃的 啊 这是 不可能 那个神秘人可是洞王强者 你硝烟的年纪 就算有天宗制裁 也绝对 绝对不可能打倒 啊 你真的很让我意外 看来这三年 你确实变了 不再是当年那个 肖家废物少爷了 终于要展示真正的实力了 哇 我拿来使鞋已经进入大斗师了 三年之运 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啊 好强的威亚 这是何物 怎么会出现在宗门里 啊 啊 好久不见 啊 各位朋友不必多礼 啊 没想到家老伐老两位也在 不过 今日宗主不在 招呼不周 见量见量 丹王不必客气 丹王不必客气 嗯 这位是 海波东 兵皇海波东 当年古河 尚还在历练之时 便是九阳海老大名 今日一见 威风不减当年哪 嗯 那便是硝烟 是啊 只不过 却并非废物 二星大斗师 这就是你的实力 来吧 修宁他他也是大斗师啊 居然凝聚出了斗气凯茄吧 哼这下好玩儿了 大长老 这 那小子的实力 是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与燕燃 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 安静看着吧 不得不说 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有资格让我证实 但也就仅此而已 封重 一共养馬的 你们赶紧 他将来的 一共养 态度 也在先 오� 小林兄弟啊 你真是得了个好孙子 我从未忘记过三年前的血下的袖术 也从未忘记过你我之间的约定 我是有了劝你我之间的一切关联 才有资格获得我想要的一切 只是你无法理解罢了 或许吧 如果你不了解我的理想 也不知道为了今天我都放弃了什么 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 想做我的男人 你还没有资格 燕燃他日 能否通领云蓝宗 就看这一战来 当年的是是非非 我并不想多说服 我对你 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 你对我一无所知 我对你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 我对你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 虚伪 萧嫣 这场约定 你是以后要我的 呱 呱 呱 他要使用那招 看来比试要结束了 把燕燃逼到这一步 这个小家小子 真的很强啊 这丫头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 终于使用底牌了吗 萧炎 你胜负吧 他怎么跟颜香 那颜香就是消灭 这小子把大家都耍了 原来他就是颜香 那小子想干什么 好庞大的能量 将一火与别的火焰 互相融合 这一家伙 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燕燕 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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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 不论如何 绝不能输 萧嫣 不可能战胜我的 三年前如此 现在 也是如此 夫妻 老师 我准备好了 去吧 扶我怒火莲 绝不打 这竹竿 快 护盾 凤之急 落日压 去吧 佛诺火灵 走 落日压 加护武盾 斗技化异 不对 难道是分邪斗技 温然的情况似乎不是很好的 若是空中作战 定然没有硝烟那般流祸 大长老 现在事态有些出乎我们的掌控了 那个硝烟真的很强 温然不能输 不然在这么多强者面前 云蓝宗的莲王哪儿割 那大长老的意思是 斗黄各强 隔夜 注意你的形象 你可是宗内直士 我 我说硝烟是斗黄 好 温然 温然 结束了 纳纳燕燃 这便是你的报复吗 构建一个 触色地让我为之残染 与着迷的虚幻之人 然后再将他打破 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 却能够真正地让我 纳蓝燕燃 另眼相看 萧嫣 当年的我 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 而有所看低你 事实已经证明 我目光断浅 不过 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 即使时间重来 我依然会去萧家退婚 退婚 我的婚姻 你不需要别人来做主 做主 陪一个陌生人度过一生 我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从没说过你退婚有错 只是你选择的方式错了 可惜高傲的你 却从未想过这一点 不过事已至此 数作数对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事后的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 你继续做你的云蓝宗少宗主 我会去继续做我的苦心修饰 三年之约 结束了 萧嫣 还望看在云蓝宗的面上 让炎人几分 事后我云蓝宗 定会给你满意的抄袭 呃 该死的小子 年纪轻轻就成为大度师 这小家伙不简单哪 嘉义师 此子必成大器 终于结束了 小爷 你赢了 现在向来 当年去萧家退婚 我的方式的确不多 所以 请日后代我与萧叔叔 说一声抱歉 按照当年的约定 我纳兰燕燃 本该为奴为婢 不过 为了宗门的名声 其实我不能如约了 反正我在你心中 蛮不讲理的印象 也已经根深蒂固 那就 再让我任性一次吧 好 燕燃 好 我对收你为奴为婢 并没有太大兴趣 所以你也不必以此 来保全云兰族生育 三年之约已经结束 你的失败 就当是为你当年的行为 付出了一点代价吧 你也知道 这种纸面条约没多大的约束了 三年前说的话 今日我再重复一次 纳兰燕燃 之后你与我萧家 再有万分瓜葛 你我 都自由了 喝酒 诸位 好气收场了 跟我回各家吧 别 小妍 请留步 我云兰总有事需要你来验证一下 云林大长了 雁燃的确既不如人 雁燃 这并非是一位鄙视之事 你暂且退到一旁休息 难道那云林 因为毕是输掉 还想将人家墙留下不成 云林素来重视云兰宗生育 他可不敢做出这种蠢事来 我看肯定就是他 云林长老 何事 你敢肯定吗 是的 小妍 几个月前 我们云兰宗外门直视 墨城被人所害一世 想必你应该知道吧 云林长老此话何意啊 何夜 你来说说墨城被杀时的情景 墨城被杀当天 我刚好陪邵宗主去墨家祝寿 当时 我亲眼看到两名蒙面斗皇闯入寿宴 我和少宗主因为有事就提前离开了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 那个斩杀墨城的神秘斗皇所用的斗计 与硝炎刚刚击败 刚刚击败邵宗主所用的斗计极为相似 杀死墨城的那个神秘斗皇就是硝炎 云林长老 对于贵宗墨城直视的死 我的确略有耳闻 不过你们真的认为 会有斗皇强者的实力 是不是有些太太去在下了 雁然 当日你也在场 虽然你并未见得对方容貌 可两者一些特殊的地方 你应该知道一点吧 大长老 我并不能辨别她的身份 我记得那神秘斗皇的斗计里 掺杂着一股极为恐怖的白色火焰 白色火焰 烈药师大会的时候 硝炎还真使用过一种白色火焰 我敢肯定那是一种医护 不过不过 果然还是留下了破绽 硝炎先前伪装成炎消 参加烈药师大会 在场的诸位应该都还记得 当时你就使用了一种 威力极大的白色火焰 这个你没法狡辩了吧 天下间能够使用白色火焰的人 多了去了 你不能说 他们都是杀了墨城的凶手吧 云林长老还是不要随意乱讲得好 站住 脚掌在我身上 去雨流还轮不到你做主 在魏查卿是谁杀了墨城之前 你或许得留在云兰宗了 知法队留下他 是 滚 滚 微轮到贫图 发生了 三位窗王枪车 越南宗的实力果然恐怖 小妍 若非心虚 何必急着走 各位 按小妍的表现 他是真的与莫城之死 脱不了干系 他真是凶手 必须为莫城之死付出代价 今日的举动 我来请诸位理解 大长老 此时是否有些误会了 小妍 若真是杀了莫城的凶手 我岂能和他交手那么久 带我们先把他留下 其他的 等宗主回来再说 拿下他 三名洞王一起对付我 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你和我吗 果然很强 小子 不要再富裕顽抗了 这小家伙看来有些麻烦了 这三个老家伙出手 就算是我也要被拖延上一阵 如果他拿不出 击杀莫城使的那种实力 想必今日也只能留在云南宗了 你不打算出手一下 毕竟萧炎也是炼药士工会的荣誉长老啊 我代表的是整个驾马帝国炼药士工会 若是直接出手帮硝烟 那会有损双方的关系 先看看吧 到时候 我再私下找云宗主说情吧 风火莫变 可不 出发 放弃了吗 放弃了 好 én 好 小心 海伯东 他怎么出手了 看来萧嫣对海伯东的诱惑很大呀 甚至大到能够让他甘愿出手 阻拦云蓝宗的地步 这个小家伙 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 海伯东 平皇 海伯东 你竟然还活着 没事吧 你要再不出手 那就该有事了 扑着你和三个斗王缠斗 会有些麻烦 别和他们应战 只要能够离开这里就行 云蓝宗可不是省油的灯 幸好云蕴不在此处 不然想要让你离开 就彻底没有办法了 那就拜托海老了 海伯东 当年一别 没想到今日还能见面 真是让人意外呀 云蕴 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成了云蓝宗的首席大长老 当年的你 似乎不过是刚进入云蓝宗的长老院而已 叙旧的话还是日后再说 此事事关我云蓝宗生育 海伯东 还望你不要随性出手 免得损了云蓝宗与米特尔家族之间的关系 抱歉了 因为一些缘故 今日我必须保全硝烟 如果你能看在我的脖面上让他离去 日后我海伯东不会忘记你这份人情 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莫成作为我云蓝宗之人 这些年对宗内的贡献也是所有人有目共睹 这种功臣若是死得这般不明不白 日后我云蓝宗该如何服众 云蓝宗直视听令 接云蓝物镇 跟紧我 云蓝 你们三人拦住他 好硬的龟壳 大老 大老 给我点时间 你先退开 自己小心 嗯 好快 不准快 我急 好快 很快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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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海蛾东吾为何保你 只要将你拿下 想必他也不敢真做出什么事 想走 凡人的家伙 看来要结束了 云兰宗几个长老的融合斗技 很是麻烦 派波东就一个人 难以将萧嫣从云兰宗带走啊 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你 我倒要看 不 我倒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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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底盘 这些小子难道真是杀死莫城的强者 小家伙 你醒了 竟然还藏着这一手 小家伙 饿了吧 帮我个忙 拦住他行吗 commissioner 救他 小家伙 太担心了 叔叔 贞 回啊 咱们 好 厏 啊 真是个可怕的家务 没想到 萧嫣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头 堪比窦王强者的五街魔兽 不知为何 总觉得这东西有种熟悉的感觉 你们缠住海波东 我来对付这通魔兽 既然不用担心那边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就让老夫来领教领解 是你融合斗技相恨 可是老夫的寒冰斗技更生一筹 风盾 这东西居然如此明鉴 修行风属性功法的长老 想办法侵入硝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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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焰盾 下吻前攻 下吻前攻 兵 自己在 Libr cop 你 走 雲林 看你往哪里跑 跑 雲林 她竟然對一個小輩下如此狠手 你的對手可是我們 我不想受傷你們 但現在似乎沒時間陪你們胡鬧了 全兵龍降 還不動 別太過分 小子 無論死活 你今天非要留在這裡了 雲林大長老 小心 雲林大長老 是這個 不是天高地頭 眼分 是浪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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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倒是老夫小瞧你了 大鬥師的實力能夠傷到雲林 想必鬥技等級不會低於地界吧 野虎 杜王級別的寵物 現在又是地界鬥技 雲蘭宗弟子聽令 借雲燕赴日鎮 是 雲林大陣 連護宗大陣都用上了 雲林這次 怕是被硝煙棄封了 雲林大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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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陣 雲林大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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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已施展 我们相当于和所有市镇的弟子在作战 中长老 祝我一臂之力 祝我一臂之力 小颜 快躲开 小家皇 受苦了 这一次 我倒要看看这大蛇还能怎么护你 云林 以你云南宗大长老的身份 竟然对一个小辈动用护宗大圣 还不动 既然你直立不悟 你别怪老夫不念旧情 唉 为了一个莫城而已 与一名斗黄强者 以及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闹成这一半 值得吗 不是为了莫城 他一个外门指使还没这么大能耐 倒是硝烟的厉害 让得云林严密大师 云林是动死心呢 你下地狱去吧 可恶 我能够走 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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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既然是我云兰宗宗内之事 还请不要插手 事后我云兰宗定会将阁下视为上帝 虽然我云兰宗已有多年为踏足帝国之外 可对于来到加玛帝国的大陆强者 却是一直持着欢迎态度 你倒是挺会说话 不过可惜了 老夫受人之命 萧炎这个小家伙 今次我确实要毫发无损地将他带走 是他 当时他对你并无杀意 现在看来他明显有帮着你的意思 朋友 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何人 不过这般得罪我云兰宗 可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云兰宗很了不起 虽在加玛帝国有几分重量 可在斗气大陆上也不过只是二流势力而已 没想到云兰宗竟然培养出了你们这些井底之王 当年云火天费尽千辛万苦打平的名声 恐怕是要摆在你们手上了 哼 不管你是何方势力 你们真当我云兰宗是摆设吗 今日若不留下硝烟 云灵还如何协助宗主管理宗门 皇上 皇上 如果 当年没有 永远留在这里吧 今日我倒要看看 我家小姐要护的人 谁敢上这一根汗毛 我赢富 看此人的手段 恐怕至少是在七星斗晃左右 的确很强 而且他的功法属性 也是不常见的 我们要出手吗 无论如何 云兰宗都是我们 加玛帝国的势力 还是在等等 先不要秦军妄动以后 都是有几分能耐 难怪如此猖狂 给老妇扑 妻人太深 相比斗技 老夫还是喜欢精神肉脖 老夫 我 好 流了口气 你的确很强 若是嫌活着累 老夫可以帮你一帮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让我们云兰宗如此难堪 今日若是放着你们黯然离去 恐怕日后我云兰宗在加码帝国 将再无声望可言 你没这个本事 我的确没这个本事 不过 好 是那个老家伙 他果然还没死 老师 他怎么苏醒了 这股气势 是 是 糟了 那老家伙竟真的没死 哈喽 是上一届的云兰宗宗主云山 看着其实是真的突破了斗皇掌壁 进入了斗宗级别 斗宗强者 看来这下真的是遇到麻烦了 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今日就算云山真的要粗拦 我也会尽力 将你带下云兰宗 海老 多谢了 今日之主 萧衍谨记于心 已ai 以死 broadly 邮人 制装 横 无 完成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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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拜见老宗主 云林 给我个解释吧 弟子知道 老宗主曾说过 若非极为重大之事 不能打扰您的进修 可是老宗主 您再不出来 云兰总就要让人给毁了 云运呢 宗主外出还没归来 这么多年来 我云兰总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 简略说说事情吧 老宗主 今日之事 全部都是由萧衍所引起 前些时间 我宗外门直视莫城被杀 此次嫌疑最大 我们也并无恶意 只想与其商讨 暂时请他留下查清真相 若是冤枉了他 云林定会向他赔礼道歉 可他却仗着背后的势力撑腰 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竟然直接大打出手 如今宗主不在 我也只能冒着打扰老宗主的风险 将您请出来了 连家行天伐马你们两个老家伙都过来了 还有海波东 我以为当年你已经被美杜莎女王给击杀了 我也以为你这老家伙已经死了 你便是硝烟吧 小子硝烟 见过云山宗主 气度倒是不错 不过实力便是弱了一些 先前云林所说 你并没有什么反驳的吧 既然云山宗主相信的话 又何必再多此疑问 云林的话我信一半 他的性子我了解 不过 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 可将我云兰宗弄成这般模样 这声誉必须要挽回 没想到这云兰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 可惜 比起当年的云波天 死还是差了不少啊 你是大陆上的强者 不知是哪方势力 虽说我闭关已久 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 倒也略知一二 这可不能透露 不过再次提醒你一声 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 这个小家伙 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 在这大陆上 有能力毁灭你云兰宗的 并不少 这是危险 你可以这么认为 不要怀疑我这话的真实心 你们一起吧 云兰宗这么多代积累的声誉 不能断送在我手上 不过若是你们能从我手中离开 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 别问关于我的事 人后时机到了 最后知道了 带着那个大蛇快走 太老 刀宗啊 海波东和灵影联手 能否打得过云山 很难 好强 好强 下去了 救命 我 他 他的 他 修佳我 你们输了 别反抗了 在云兰宗待上几年时间吧 杀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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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 老家伙刚才打得爽了吧 他不是在禁忌中失败了吗 怎么不打了吗 你便是那条古怪的大蛇 难怪我总是觉得有些异样 你也突破了窦皇的避障 进入了窦宗级别 我还真是挺诧异 以你的性子竟然会帮一个人类 他的生死我倒是不在意 你若是不动吞天忙 我也就不会出来 既然你出来了 有何打算 带他走 老宗主 不让萧衍就这么走了 必定有损于兰中的生育啊 管子 住手 不让它走 带她走吧 老宗主 闭嘴 今日你们大闹云兰宗之事 老夫可以不追根究底 不过我希望这是唯一一次 如果日后再是如此 就算有美杜莎女王护着你 老夫也绝不善罢甘休 云山宗主放心 这地方来一次就够了 走吧 抱歉让诸位看了一出 由小辈所引起的闹剧 今日之事就这么结束吧 袁山宗主说笑了 那我等你不多打扰了 告辞 老宗主 我们就这么放萧炎走了 那你还想怎么办 那美杜莎女王 即使是我都没有把握打败的 再加上对方还有两名斗皇强者 要将萧炎留下 那要付出多大代价 莫成之死绝对与她脱不了干系 既然她不可留在云兰宗 或许可以去乌坦城的萧家 将她父亲请来 但是乌坦城萧家之子 难道这么巧吗 萧炎 傑炎 主 师父 主 会回来了 carts 回来了 回来了 中处 快 这 我们送 slab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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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好了好了 燕燃 不要哭了 和老师说说 发生什么事了 后面那两个 跟着不累吗 太老 您现在有何打算 那复灵子丹 至今为止 药材都还未凑齐 既然你已经顺利离开了云兰宗 我也就不再继续跟着你来 至于那复灵子丹 你日后托人送到帝都即可 我一直在米特尔家族 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找我 今日您的帮助 萧嫣铭记在心 日后海老若是有什么需要人手之事 小子定当鼎力相助 萧嫣 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对她要多一份戒备 这女人可不是什么善类 小家伙 你这次干得不错 有魄力 老先生谬赞了 小子也是因为有你们几位撑腰才干这般行事 你的脾气倒是对我的胃口 我的任务完成了 别该回去了 斗气大落很大 你必须尽快变强 否则就连选择自己喜欢之人的权利也没有啊 之后你就会知道我这话的意思了 多谢老先生告诫 告别完了吧 多谢美杜莎女王的出手相助 东西何时才能给我 你能炼制戎灵丹 那便是有资格与我说话 若是真不能的话 我不介意就在这里罢你 你 给童话了吧 作为交换 那小家伙三天不能出现 我也非常需要戎灵丹 但劣职他 是见极为繁琐耗神之事 你若真要杀我 恐怕吞天马的灵魂 也会瞬间反扑吧 你倒是有着几分聪明 说说你的条件吧 三年时间 我不论如何都会把戎灵丹炼制出来 只希望女王陛下 在小四有困难之时能出手相救 保护你三年 还不如冒着被吞天马压制的风险杀了你 勇气可嘉 我给你一年时间 但只会在你必死关头出手帮你摆脱麻烦 一年之后若拿不出戎灵丹 就别怪本王心狠了 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 我想先回乌坦城一趟 之后 或许得离开迦马帝国一段时间 随便你吧 你现在的时间应该并不急吧 在回乌坦城的途中 给我寻找一下炼制戎灵丹的药材 薛儿 三年之约终于了结 你在迦南学院可还好吗 不过以这妮子的容貌与气质 恐怕那追求者也不会上万 等我 我先与女王竞争前 最好能把容貌遮住 不然定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萧嫣 今日的羞辱 必让你萧家付出血的代价 靖哥 干嘛 干什么啊 漂亮 漂亮 对了 所以 给他ر呗 你注意 离开 你 центр 公圣 是呀 都给奔皇上 死鬼 你快想干什么呀 赶紧跟我起来 谁都还没给我救人心 你往陛下消消气 别忘了 还要找药材呢 这片区域我曾经来过 应该不会有熔灵丹所需要的药材 那些都听女王陛下的 把气疯 吗 你们都看着 她都听不懂 我都听不懂 我听不懂 那些人 我听不懂 快 沸腾 莫来 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女王陛下 您和吞天网交易的三天时间已到 本王与吞天网商议好了 延长了控制身体的时间 没想到戎林丹所需的药材如此罕见 连续走了好几个城市的炼药室分会和拍卖场 都没能找到益处 来呀来 我来两句 来呀 来呀 我来的 你最好有药材的消息 欢迎光临 小货子一看就是年轻有违 是为新上人挑选的吗 我们家的鞋子 那可是远近闻名 来来来 您看这边 这边全都是一批新货 买多了 还有优惠哦 您先看看 这双看上去不错 小伙子福气真好啊 有如此美人娇心 你看这神端 一看就是好生养的 别乱讲话 在下只是她的一个小跟班 切记别再说错话了 杀人啦 大人切莫对小人出手 这双鞋子整个加码帝国精刺一双 只有像您这样独一无二的枪杖 才赔得上啊 来来来来 大人这边歇息 奴婢这就为您将鞋子取来 这么凶悍的女人 谁敢要 亲爱的 你对人家可真好 这家店鞋子的种类好多呀 这家店鞋子都是你的啦 这两位 我说的对不对呀 对 对 那人您说的对极了 随便挑随便选 这里我说了算 亲爱的 你太威武了 真难看 一点都不适合我 怎么嘛 都没有人家喜欢的 看得都讨厌 这双鞋子穿上挺好看的 挺适合你 我要这双 脱下来 这鞋子我看上了 这位小姐 君子不夺人所好 你这样似乎不太好吧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了 小伙子 我看就算了吧 小伙子 你 你 大爷我看上你了 嘿嘿 人家不准你看他 那狐狸精有什么好看 我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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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什么 这儿有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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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谢谢惠顾 别忘记付款哦 哎 哎 哎 快 先去后山 快 快点快 快点 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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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办法的族人离开 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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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族人 你就是肖家族长肖战 哎 我找的就是你 有意思 走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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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父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但我会马上这样做 让你先陪我玩玩 谁叫萧嫣对御兰宗做出那么无理的事情呢 燕儿 我就知道她会赢 萧嫣 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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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他们的目标 是我 来玩个游戏 一炷香的功夫 只要你还能站起来 我就放过你的族人 张小龙 看好小碑 快走啊 王朝 快走啊 好 不要跟我去 夫长 你不要再站起来 如果你不再曾烟了 你好 不错的意志力 不可惜了 不可惜了 我守着今天 天 可已死在这里 乌家 乌家 但小家 他一直将永远 转成相识 乌家 乌家 一 乌家 乌家 我该变足异了 眼睁睁看着你的族人被杀光 你应该会更有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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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你们会这样 皇上们必须 兵闻招牌 今天是如此 必有必知 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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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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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坦城硝烟和云兰宗 纳兰燕燃的三年制约 你们听说了吗 应该说是硝烟大闹云兰宗吧 这么大的事谁不知道啊 看硝烟现在的实力 配上那个纳兰燕燃 绰绰有余啊 那后来呢 据说硝烟赢了后 云兰宗挂不住面子 还想将其留下 这硝烟年纪虽小 背后的强者可不少 不仅出现两个斗皇强者帮他 就连十人族的美杜莎女王也现身了 美杜莎女王 据可靠消息啊 那硝烟还是这次 烟药师大会的冠军啊 烟药师大会的冠军 不是叫炎硝吗 炎硝 硝烟 倒过来读不就是了 这家伙可不得了 小小年纪竟干出如此惊天动地之事 日后还得了啊 你现在也是个名人了呀 走吧 去廟药师分会 看看有没有我们所需调调 萧家这次可是露脸了 有了这么个恐怖的一塌糊涂的族人 日后还有谁敢对萧家无敬啊 那可不一定啊 听说萧家这两天可遇上了大麻烦 哦 萧家出什么事了 这 小的也不是很清楚啊 只是听说前两天 萧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随后萧家便谢绝任何外科进入了 萧家现在如何 这 之后的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 多谢了 这人怎么这么凶啊 这人怎么这么凶啊 哎 他背后的武器倒是有些奇怪 武器 尺子 他就是萧嫣 不能再停留了 我得立刻回乌坦城 先去炼药师分会 那里可能会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现在就要回乌坦城 家里可能出了些事情 本王要寻找药材 想要戎灵丹 就别给我摆什么女王架子 先前敬你 是看在你帮我脱困的份上 如果再这般胡搅蛮缠不讲理 休怪我不给你留什么情面了 走 走 三年之约原本只是燕燃与萧嫣的义气之争 没想到却让云兰宗颜面大损 还惊动了老师 弟子实在有愧 为师的闭关已经顺理结束 无碍 此件事情弟子本该在场 但就是在回城途中 意外与一股似乎突破斗皇臂杖的威压擦肩而过 这股威压有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他正是从老师闭关的方向出现 所以弟子十分担心 便改变形成去调查究竟 可否查到线索 就在弟子追赶之时 察觉到了老师苏醒的气息 嗯 为师知道了 下去吧 弟子告退 你 途中正巧遇到 我就随意戏弄了小逆子一番 还真是有趣 看样子您的任务 一帆风顺哪 手道前来的小事 你云兰宗那大长老的手段 我倒是挺喜欢的 不过脑子却 怪不得云兰宗会被一个小子搞得这么狼狈 怪不得云兰宗会被一个小子搞得这么狼狈 就想收购我们的方式 你怎么不去抢 小姐这两年利润也吃得够多了 现在也该吐出来了 这些都没有了 现在还肯定是个小子 这些都没想到 这些都没想到 也有点 这些都没想到 那些都没有想到 那些都没有想到 是 是不是 这些都没想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不能 代价是一株炼制熔灵丹所需要的药材 你有 八宁魔真果 本是留着我自己用 什么事 今天听我的 孝家这两年 从未抢过你们方式的生意 还经常帮你们维护 现在倒好 趁我们孝家落魄井来趁火打劫 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废话少说 没了孝战 我看你拿什么资格跟我们拼 你们如此相比 就不怕少组长回来吗 只要他回来 就当着接受最疯狂的报复吧 我倒是希望那小子回来 我的学生就是当初 不给嘉烈家族炼制疗伤药的刘夕 当年硝烟害死我学生 请是 就让你们肖家人来陪葬吧 杀了他们 也敢动不流 这 抱歉 回来迟了 小颜 真的是你 我不是说 小颜就被云安 做暗中击杀了吧 小颜 小颜 真是小颜 给我解释一下吧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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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度是越来越不凡的 当真是虎扑无犬子 我们是听说 小姐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特地来看看 有没有能帮忙之处啊 是吗 小颜 今日之事的确是误会 来日 我定然会亲自登门谢罪 对 对了 我昨天有事 便告辞了啊 快快快 你们给我站住 小颜 小颜 如今元气大声 一个毛头小子 就把你们吓成这般模样 事后还有个恶脸面 在乌坛场立足 小心 那炼药师 有着六星大道师的实力 小颜 今天 就要你为牛鞋 尝面 大力 不 能不能 不 富 富 那倒是 维图杀女王 快走 快走 快呀 快走 少组长 以前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过分了 大长老 还是叫我萧嫣吧 这少组长 我可是当不起 我小时候也挺不讨人喜欢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 嗯 其他族人呢 我事先已经把大量族人 转移到后山安全的地方了 那父亲呢 是在保护那些族人吗 不用担心 没事了 尸骨无存 一个没留 那株巴黎魔针果 是我的了 大长老 我们去后山吧 告诉父亲和族人 萧嫣安全了 怎么了 族长 并不在后山 什么意思 事情得从那天晚上开始说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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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这些人 根本截不下他们一招 若不是族长拼死 引开那三名神秘枪者 萧家可能真的就不在了 查出那三个黑衣人的身份了吗 这枚玉片是萧家祖宗所留 每一任萧家族长 都会在上面留下一点灵魂力量 只要人活着 灵魂光点就还在 从光点的强度来看 族长应该暂时还活着 但生命危在旦夕呀 凭他能找到父亲的位置吗 我倒是感应到这里残留的能量痕迹 应该是云兰宗那个首席长老 此事我得汇报给老宗主 你们先回去吧 是 宗主 这几日 你与云雷云圣 为何离踪 宗主 我 我们只是有点私事 外出而已 帮我 不 以为你 你 这几日 是 有点赚 那三名神秘人 来自云兰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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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宵家破坏残杀成这样 必须得让云灵那老皮肤偿命 幽为父亲 没错 族长是为救我们大家 才被云兰宗抓走的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她给救回来 对 报仇 救助 让她救回来 救回来 救回来 救救监长 救救救 救报仇 好 pta 让云兵就讨回公道 想必这个云灵在云兰宗的地位不低吧 云兰宗首席大长老 果然哪 先秦少族长大战云兰宗 因三年之约的缘故 云兰宗对您也并不是极其忌憾 但如果这次将这位大长老给杀了 那我们萧家与云兰宗 则彻底误解了呀 大长老的意思 是要我不管父亲的生死吗 我是亲眼看着萧家 从帝都搬到这乌坦城 一步步走到今天 虽然之前 我对族长的态度有诸多不妥之处 但他为我们萧家清诸的心血 我最清楚不过 族长他拼死引开云林 正是为了保全我们萧家 让萧家的血脉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说这些 并非是阻止您去解救族长 只是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回父亲 其实代价是与云兰宗为敌 那萧家 那萧家 大长老说得没错 萧家是父亲以及爷爷的心血 我不会让他凋零 现在的萧家 能不能听我安排 能 为少父长知名失仇 好 我打算将萧家千离五坦城 这什么呀 这 可是这两个 你看 父亲失踪之时 与云兰宗难逃干系 云兰宗势大 我萧家便是要认他欺凌不成 这事传出去 岂不是要被人指着鼻子嘲笑 我们没骨气 对 是 是 是 救援族长对抗云兰宗 还是跟乌龟一般 缩在乌坦城 任人戳着脊梁骨唾气 你们要选择什么 告诉我 救队长 我们萧家可没有乌龟 对 云兰宗又如何 我们萧家并未招惹过他们 他们却差点让我们惨遭灭族之灾 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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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我们与云兰宗的关系 恐怕将会急糟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也请大家相信我 有我萧颖在 萧家就绝不会衰败 我打算将族人秘密分派出乌坦城 让大家各自前往帝国东部 大长老 你负责整理萧家的一切事物 所有财物能带走的全部带走 是 事不一致 现在就开始动身 族中家眷 且没有战斗力的小飞行计 沿途护送至集合地 奥巴家族趁我萧家有难前来打击 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将我们被抢走的方式统统夺回 萧家呢 萧家呢 那是 萧家的萧年 他回来了 这次奥巴家族我可要倒大霉了 近两日 我会带人从奥巴家的残余势力中 独断夺回本属于萧家的方式 借此引开城内视线 将大型物资运送离开 帝国东部临近塔格尔沙漠 云兰宗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 萧鼎和萧丽两位兄长 在石墨城的势力也急速扩大 这样便尽可能免除云兰宗 对萧家的威胁 但实际做方式 会让米特尔拍卖场打击 其中的利润与他们分成 以我和米特尔家族的关系 可不用担心他们会泄露我们的行踪 萧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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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奥巴家夺回的功法斗技财务等 已彻底整顿完毕 诸位 你们也开始分散离开乌坦城 去集合地会合 结伴举石墨城 到了那里 我们萧家会有新的开始 萧组长 萧组长 那您呢 萧组长 那老家伙的账 该算算了 萧组长 我们在石墨城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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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父亲的灵魂气息 犹如了几分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此次再上云兰宗 目的很直接 救父亲 楚云灵 双方再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 我说过 生死关头我会救你 其他时候 给我安静他 他又不是你的亲人 这么关心他做什么 放心吧 你死不了 多谢了 生死关头助我一把就够了 你就逞能吧 有云山在 想要动云林 哪有那么容易 或许吧 这算是自投罗网 还是有着匹敌云山的自信 那小子 看他的路线好像是云兰宗 那小子 看他的路线好像是云兰宗 我得去看看 这次或许有些麻烦了 让尹卫集合 好 召集尹卫 海老 为了一个硝烟便暴露尹卫 会不会有些不妥啊 宗主 硝烟害我云兰宗生于大损 若是这般轻易放过他 那日后 岂不是谁都能在我云兰宗脸上踩几脚 三年之约已经结束了 你这般私贼待人前去萧家 无疑是让人说我云兰宗气量小 日后 谁还会信服于我们 可是他与莫城之死难逃关系 就算将他 别以为我不清楚 这次行动更多是你私人怨恨 他一个莫城 和你的关系可美好到那个地步 按照宗门规矩 现在蕴儿才是宗主 你不用看我 宗主 大长老也是为宗门着想 况且此次去乌坦城 也并未给萧家造成多大伤亡 仅仅破坏了一些房屋建筑而已 萧家也认不出我们的身份 此事就装聋作哑过去了 萧衍可不是蠢货 他迟早会怀疑到云兰宗头上来 前几日的闹剧 你们还没完够 云灵 给我滚出来 去看看 快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萧炎 他怎么又来了 萧炎 萧炎 你当真是找死不成 老家伙 把我父亲交出来 不然就算今天云山护着你 你一定要求你心灵 好大的口气 老夫正好在找你 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兰宗吧 萧炎 住嘴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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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炎 要炎 恐怕 还是叫你云兰宗宗主云韵比较好吧 你 没想到 燕燃口中说的硝烟 竟然会是你 芸儿 你与硝烟相识 你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他也是眼缺的真实性命 芸芸大人贵闻芸蓝宗的宗主 我一介无名小子 又怎可能与他相识 我认识的那人叫芸芝 并非芸芸 小妍 你还真当我芸蓝宗好欺负不成 虽说你有美杜莎女王成妖 可老夫依然要奉劝你 凡事留一线 想要找阮氏子你 你可是找错地方了 芸山宗主 我为何来芸蓝宗 恐怕你得问芸灵大长老吧 芸灵对萧家造成的一切损害 我芸蓝宗赔偿便是 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这事而来 现在可以走了 芸山 我敬你是前辈 方才这般客气说话 芸灵他差点害得我萧家 被灭了满门 其实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赔偿便能抵消 这事的确是芸灵做得过分了 你想要如何补偿 补偿 你个混蛋就知道补偿 芸灵将我附近打成重伤后 将其从萧家追杀出去 至今身死未卜 你们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让你们芸蓝宗元气大胜 你父亲 芸灵可并未说过 他伤过你父亲 那你的意思 是我们萧家上下亲眼所见的事实 是你也倒不成 这笔账 我不找你云蓝宗算 该找谁算 你说啊 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否则 我有权让你交出大长老的职位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斗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今日交不出我父亲 那你要回来这里吧 好 好 好 香妍 给我点时间调查清楚 如果真如云灵所说 我可以派人帮你掌寻你的父亲 纵然云灵有错在先 云蓝宗自会处置 那轮到你一介小辈在这里 如此放肆 这就是云蓝宗真正的嘴脸 今日云灵的老命 我笑了 云蓝宗 是你们逼我的 两种异火相容 这个家伙 这家伙真的疯了 他想把云蓝宗彻底毁灭吗 云蓝宗那部白痴 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 怎么把他惹到这份上了 你还为了准杀你的父亲 没用灭了肖家 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找上 云蓝宗彻底 那今天就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回头我还会让你们肖家 在这斗气大陆上彻底消失 拿下小叶 拿下小叶 好小叶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你 这小子倒是成狂 这小子倒是猖狂 云兰宗举全宗之力 抓捕一个大斗师 你竟然还要动手 是不是太过丢脸了 美斗莎女王 莫要以为老夫怕了你 我只是不想与你起冲突而已 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我云兰宗 也不是任人随意踩在头上的 如果你有这兴趣 我倒是很乐意陪你试试手 自从掌控这具身体以来 我倒是还没动过全力呢 芸儿 阻止萧炎融合一伙 可是 芸儿 你在干什么 萧炎手中的东西太过可怕 若是让她释放出来 这山峰都得被她全部轰掉 让那小子在云兰宗如此撒野 你如何对得住这宗主之位 是 老师 即使没有我动手 萧炎也绝不可能顺利将一伙融合 我只负责拖住你而已 至于她能不能成功 不关我的事 小炎 你知道我并不想伤你 有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能不能不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 芸宁刚刚已经亲口承认了 对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而芸山也是无动于衷 我能怎么办 可芸兰宗弟子是无辜的 你何口牵扯于他们 芸宁闯入我萧家时又何曾想过 因为她的缘故 我萧家几百口差点全部被杀 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还是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吧 不过你手中的东西实在太恐怖了 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 我不能再让你继续凝聚下去了 我不是芸林 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芸林 王杰 这家伙果然还是弄出来了 这次芸兰宗要损失惨重了 我 芸儿 还不快动手 这家伙 竟然还留有这手 看在当初魔兽山脉相识一场 小爷 住手吧 小心 各位 ENS 听说了 各位 手 音乐 振奏 幻大戏 旅威不许录 現在 死吧 老宗主 救我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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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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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这东西是硝烟施展出来的 每次见面 这个年轻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硝烟如今所展现出的隐藏潜力 已经不比云蓝宗这个庞然大物差多少了 也就是说 即使为了硝烟得罪云蓝宗 也并非是完全不划算的 还是海波动眼光独烂啊 今天真的闹大了 硝烟就算没被佛弩火灵的余波阵死 云山也绝不可能放他离开 更何况还有一个云蕴 小家伙 这次可真是莽撞啊 看来硝烟这个小家伙 对云蓝宗的弟子们留守了 别小家伙 都目小家伙 看яла 可太太 一言 子 哼 cause 好 好啊 萧嫣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 将我云蓝宗破坏成 这般模样的人 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去请古科长老出手救治一下 看能否保住他的性命 是 萧嫣毁我宗门 杀我长老 宗门耻辱 必须一邪习说 既然你敢强行击杀云灵 那么自然也就该有 留下的打算 今天就算每度杀户着你 老夫也要将你 永远留在云蓝宗 感知不错 不过仅此而已 留下吧 我说过 今天就算美兔杀户着你也没有 具有本体功力的分身吗 美兔杀 你的对手在这里 雪兵盾 雪兵盾 哈勒 快走 海波东 既然你要袒护那小子 那就修患无念旧情了 大风小意 没想到云山的这两个诡异的分身 尽力你这般恐怖力量 小家伙 我尽力了 接下来一直能看你自己的了 尽力 尽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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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可乐 今天这条命 真又留在这里了 老师 对不说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将云兰宗逼成这番模样 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吗 接下来便交给维师吧 大层 我 这股力量 这家伙终于能够使用那隐藏的力量了 怎么回事 萧嫣的实力 似乎忽然爆肠了几个戒饼 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气势 竟然比我还强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生 不过既然你能够应付 那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 毕竟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 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云山宗主不过如此 今日我要离去 你云烂宗还没那么实力将我拦下 倒还真的是想看了你 没料到你体内居然还隐藏着这般恐怖的力量 难怪一直都有恃无恐 不过 我想这股力量应该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吧 不管这股力量属于谁 可至少 他能听我指挥 凭借外物强行提升实力 墨图而已 我就不信 你能长久保持这股力量 你大可试试 这么多年来 我云山想要留下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够走得掉的 你欺慕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了 就算我实力不尽全摄氏机 十二三 你又能耐过何 尊敬一个人 尊敬荟 切记荟 不 pics 敏尚 燕尊 施浪池 燕尊 這麼多年 我雲山想要留下的人 還沒有一個能夠走得掉的 你欺我弟子 今日我倒要看看 就算我實力不足全盛時期始至二三 你又能奈我何 走 老師 您 您認識硝煙 見過幾次 不過當時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所以先前見面 方才難道極為驚訝 她的確 是很喜歡用假身份騙人 燕然 你 你不會是喜歡上硝煙了吧 老師 這怎麼可能 我最討厭的就是她了 她的報復果然好狠 老師 我後悔了 你 我也有錯 當初就不該受你軟磨硬泡 答應你去退婚 不然 也不會有這些事情 老師 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果然是自作孽 老師 等這裡的事完畢後 讓我進入生死門吧 你要進入生死門 那可是至少要達到鬥靈級別 才能進入的 雖然你是這兒 唯一一個能夠與生死門 產生共鳴的人 可此時進入 太過危險 那裡是雲嵐宗 歷代宗主的安眠之所 燕然身為雲嵐宗之人 想必會受到他們忽悠的 老師 答應我吧 我現在的狀態 並不適合繼續安靜修煉了 生死門 本是雲嵐宗宗主接班人 成為宗主前的最後一道考驗 不過你既然執意要進去 那時候 我便與你師祖商量一下吧 早點接觸生死門 對你的好處 也確實不小 好 好 風之旗 敵殺 燕分 釋放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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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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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好 有 这家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云山今日要留下硝烟是有些难度的 而且在那边还有个不逊于硝烟的 美杜莎女王胡适当当 若她真与硝烟联手 就算是现在的云山也唯有暂避锋芒 希望别搞出什么伤亡吧 不然的话那对甲马帝国可是大损失啊 云蓝宗宗宗主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你的确很强 但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将这股力量维持下去 透支的力量总会付出代价的 上了 老师小心 这一击竟撕裂了虚空 斗宗强者果然是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层次 放心吧 虽然我如今实力大紧 但光平云山就想要对我造成威胁 还是有些异象天开 这次女人都想要对我造成威胁 还能忍受到我的身体 当我发现了也是 刚刚二人的灯魂 都想要对我来发现了 两个月 后面都想要对我来发现了 好多并不是 但是我来发现了 私人都想要对我来发现了 那我发现了 很久我来发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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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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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你先撤吧 云山很强 而且云南宗的法阵也很是麻烦 现在的我们并不能正面击败他 毕竟您才刚刚恢复 出来的时间也不能支撑太久 近日的确不便于他硬批 虽然那美杜莎女王看似在助你 可若是要他与你联手 他定然不肯 一个斗宗强者的临死反扑 非同小可 先撤吧 日后为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此次离开 或许就得好长时间才会回到加玛帝国了 云南宗 下次再回到加玛帝国 父亲的师祖 家族被迫迁移的持续 便有弟子自己解决吧 有这般豪气 那自然是好 真认为 我云南宗一历加玛帝国这么多年 是靠得虚名不成 想走 哪有这般容易 先前便说过 我若是要离开 你云南宗无人能阻拦于我 杀死我 呃 杀死我 果然有几次诡异 虽然你有一火之助 但 而是今日想要离开 你绝非一时 铊帝国 手 这云烟复日镇确实是有些麻烦 小燕 你听我说 小燕 找到你了 小燕 我想必须 既然你想留 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既然你想留 那便再试试这火莲的味道 师父 师祖 是老宗主 是老宗主 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战斗啊 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 若是还成我们 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还以为萧嫣不能再使用了青色火焰了 原来是留着当后手 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啊 小炎身上的能量好像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弱了 老混蛋 你竟然要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来 来 来 进里 你想对我动手 我是云蓝宗宗主 云蓝宗的声誉 我必须维护 而且云山是我的老师 我不可能看着你伤害他的 你认为今日若是我落在他的手中 能有活命的机会 对不起 我作为宗主 不论如何都必须时刻维护宗门的声誉 我不可能看着云蓝宗的名声 被你终结 或许在你心中 我与云蓝宗比起来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 小心 邪秀了 小爷 岳山 以你的身份竟然出手偷袭 你也好意思 快杀了硝烟 趁他现在实力锐减 快杀了他 云尔 若是放他离去 日后云蓝宗 恐怕真的会毁在他手中 所以即使背负骂名 也必须在今日将硝烟击杀 不管你是云枝还是云蕴 事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东西还给你 云尔 还不动手 你在等什么 云山 今日这一场 我硝烟铭记在心 事后定要十倍讨还 明兰宗众众伟直视 长老听令 立刻带队追击硝烟 他体内有我留下的特殊印记 不可能逃脱 抓住他 死活不论 是 我以云蓝宗第八代宗主之命宣布 从此之后 将之列入云蓝宗追杀名单 此命 至死不休 老师 你还在吗 嗯 小家伙 这次情况不妙吧 连续两次使用佛怒火莲 负难实在是太大了 若非是你给我服用的七幻青灵行 要力甚佳 恐怕我又得沉睡了 这次的确是弟子莽撞了 我知道 你这孩子对家人很是在意 不然以你的性子 定然不会这般莽撞地闯上云蓝宗 不过这次你也无需太过担心我 人这一生总会为了心中的一些东西 拼了命地去追寻 或者守护点什么 这个心中的东西就是情 有了感情才能成作真正的人 谢谢老师 我们之间还用讲什么感谢吗 不过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离开云蓝宗的势力范围 先前云山那一集 在你体内留下了一块能量印记 现在的我 灵魂能量消耗过多 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帮你 只能尽量易主印记散发出的波动 避免云山感应到你 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魔兽山脉躲避吧 若不将这身伤心养好 恐怕连逃都成了问题 哈哈 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 不过既然为师已经苏醒 自然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 嗯 小家伙 轮到你掌控身体了 嗯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之前真的是帮了我大忙 不过 我也是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到 哼 嗯 还是你这个小家伙可爱啊 可不像那个兄女人 先前的大战竟然一直袖手旁观 有人过来了 现在的你不义与人动手 你的气息游浮不定 实力似乎有着提升之壮 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 对你好处不小 赶尽找个地方疗伤静养 不要浪费这提升实力的时机 我能感应到东南北三面 皆有云兰宗的搜寻队伍 所以我们只能从西面离开 小心上方闪略的身影 那些家伙大多是云兰宗的长老 遇上他们可就麻烦了 云兰宗 云山 我们的梁子看来是彻底结架了 希望时候你们不要后悔 来 这里没有 到前面看看 此次叫诸位过来的原因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云山赶在我们之前 成功晋级了斗宗 他所展现出的实力 海国都跟法老也是有目共睹 简单来说 就是加码帝国与云兰宗的天平 已经适合了 你现在加码皇室的实力 已经无法压制云山了 是 师兄 我们追击得这么靠前 是不是有些惊奇了 硝烟那家伙 连老宗主都可以中伤 我们这些小辈 你慌什么 那小子同样被我们老宗主所伤 那老人家交代过 硝烟的力量并不属于自己 现在正是取得性命的绝佳之计 老宗主还说 所有参与截杀硝烟的弟子 都将会被破格晋升为直士 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 玄机高级功法以及斗技 是魔兽 准备结箭 走 走 去 去 去 快 去 去 当时 这里倒是个绝妙之处 在武器的遮掩下 就算有人在上面飞过 也很难瞧出端倪 小心 里面有东西 放心吧 吞天芒可是上古易兽 一般的魔兽嗅到它的气味 便会心生恐惧 更何况现在的吞天芒 也有着窦王级别的实力 怪不得 按理说 现在的我已经进入魔兽山外的深处了 可却并没有遇见任何魔兽的阻拦 原来是脱了这小家伙的福啊 嗯 不过那些来追寻你的云蓝宗队伍 则是没有这般好运喽 给死 も 是 使用 非 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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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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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看來這小屯天芒已經把這片領地的首領給馴服了 不愧是上古易獸啊 啊 還好有你這小傢伙在 不然以我現在的狀態 說不定就在這兒了 啊 果然受傷不輕 這才使用了幾下子雲翼而已 體內便翻腾成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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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 先睡一下了吧 現在可不是休息的時候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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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闲 你先压制一下紊乱的体内 我来练制一点给你治疗内伤的丹药 必须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 不然实在太危险了 还好你小子存了不少药材啊 老师所言不假 我现在受伤不轻 体内的局势紊乱 但现在体内气血上浮不定 的确是实力提升的先走 一会儿把它扶下 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 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三文清灵丹 药效太强 你根本没有完全吸收 反而是更多的药力沉淀在了体内 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 这丹药被我掺杂了古灵冷火 老师 你回来了 真好 让你把体内淤积的药力蒸发出来 这一次你便借机吸收吧 至于实力能提升多少 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这段时间不在 你体内出了不少毛病 那落毒也是个狠东西 等你先将伤养好后 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吧 原来长老 据前方师兄们回报 校园已经进入了魔兽山脉深处 那里高级魔兽众多 我们的人损失惨重 一群魔兽合作畏惧 飞行部队随时听从我等的指令 小燕 这仇云蓝总是非报不可 这小家伙 体内巨人淤积了这么多药力 看样子上势修复得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 那便顺势突破吧 时机正将 能否突破便看此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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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在节节攀升 果然是个充满意外性的家伙 老师 如今我的能力 只能完整地控制着忽然暴涨的两星实力 若是再多的话 只能算是表面虚浮 可从长远来看 对我却并不算好 在力量面前还能把持本心 不贪不骄 知足而退 不错 不错 你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次并没能将父亲救回 宗主 那晚我们确实追了上去 可就在萧家后山的密林 那萧战就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以云宁在云南宗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说谎 可若他所说的是真话 凭我父亲大斗师的实力 怎么可能从窦王强者眼中凭空消失 萧战不过是个大斗师 怎么可能在你们三个窦王面前消失 你说谎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但我感觉 父亲的事情一定是与云山 有着一些关联 老师 从玉片的灵魂力量来看 父亲貌似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以现在我与云山之间的关系 他不可能让我父亲这般轻松的 你父亲的失踪 云山定然逃不了干系 但你父亲失踪的当天 必然是有着外人出手将其带走 整件事情 一定是有着连云山都无法干预的势力 介入其中 能在云陵面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我父亲 可我萧家 似乎并没有接触或者招惹过这种强者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或许你可以问问 你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友 老师的意思是 薛儿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不过那小妮子背后的势力大有来头 既然这样的一个人能来到萧家 想必与萧家可能也有些瓜葛 等你下次遇见他 问问他是否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线索吧 好在现在父亲暂无生命危险 但还是要尽快找到线索 有没有人工 要是于智子 在出发前 我们先将此物炼化 老师 这是我在炼药师工会交易集市中得到的 这是一种储存器 如果不出我所料 这种玉片储存器 应该是焚炎谷的杰作 焚炎谷 那是什么 那是斗气大陆上的一方势力 如论其实力 可比云蓝宗强上许多 他们已修炼火属性功法著名大陆 专走狂暴攻杀路线 在大陆上也算别墅一致 比云蓝宗强上许多 不要高看了云蓝宗 如今他们就算有了一个斗宗强者 那也只能勉强算是在一流势力里面垫底而已 你以前生活的 仅仅是这片大陆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而等你真正深入其中时 我相信 你会喜欢上这个精彩绝伦的世界 不过你也要清楚 不论身在何处 内心的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你很有信心 我记得当初老师说过 只要我努力收集异火 便能够替你炼制出 完美容纳灵魂的躯体 那这 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复活吗 看来老师对这件事很是在乎啊 这三年 老师为了帮我变强 付出了无数心血 而我却为了那所谓的三年之约 差点将老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更因莫成之事 害到老师沉睡 学生感到非常自色 说来惭愧 当初认识你 并决定把我费尽千辛万苦方 得来的坟绝交给你 主要目的便是利用你 等你日后修炼成功 再命你使用融合出来的 火焰 替我炼制出可以容纳灵魂的躯体 但看着你 在逐渐成长中展现出惊人天赋后 不知不觉地 再次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本以为自己可能会再错一次 但我在沉睡时 看到了你 那么拼命 忍辱负重地为了唤醒我 所做的一切 这三年 多亏老师了 您的为人学生最清楚不过 只是学生愚笨 这么晚才明白您对我的期望 让老师担心了 一日为世 终生为福 学生向您保证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辜负您的一番苦心 你这孩子 一段时间未见 还变得多愁善感会体贴人了 放心吧 老师 您那复活之事 学生以后会牢记在心 看来老夫这次真的没有再看走眼 能遇到你这般出色的学生 我的好运还没有燃尽哪 对了 老师 炼制躯体至少需要几种异火相容 应该是三种 三种 青莲低心火 加上老师的古灵冷火 那岂不是再收集异种 便可以替您炼制新躯体了 应该可以 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 在迦南学院中便是有一种异火的踪迹吧 叫什么 陨落心炎 陨落心炎 看来这次去迦南学院又多了一项任务 老师 尚事恢复得如何了 你身为云南宗一宗之主 为何三番两次地对萧炎手下留情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与萧炎之间的瓜葛 难道你忘了这些年 我都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 没有师父 您的教导弟子谨记在心 只是他曾对弟子有过救命之恩 所以 荒唐 萧炎杀我大长老回我云南宗 此子乃我宗心腹大患 去将他带回来 老师 此事是否需要再谨慎考虑一下 为了萧炎一个小辈并群宗出动 怕会让我们在加玛帝国中的声音受到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加玛帝国平静太久 也该大清洗一次了 接下来 我将会带领云南宗 达到以往任何一任宗主 都未曾达到的新高度 记住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时刻记住你的责任 既然宗门选择了你 你就必定孤独一生了 老师 我很好奇 等你复活之后 实力是否能达到以前的巅峰状态 刚开始或许会有些声色 不过只要彻底熟悉了新的躯体 恐怕会比以前更少一层楼 那会达到什么地步 十回合内击败云山 不费垂灰之律 那至少也是 斗尊强者 天火三玄变 老师 您知道这是什么 这回你可捡到宝贝了 这天火三玄变 是一种十分玄器的高级秘法 秘法 除开功法和斗技 大陆之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秘法 能够大幅度提升本体实力 当年在乌炭城 您的小女友便是用了一种高级秘法 使得自己的力量 在短时间内瞬间提升 秘法极为罕见 其稀少程度 足以跟一些地阶高级功法相媲美 这天火三玄变 是焚炎谷的镇谷之宝 对于拥有奇异火焰的人来说 无疑是千金难求之物 想要修炼此种秘法 修炼者必须是火属性 且必须拥有至少一种奇异火焰 那用我的青莲地心火是否可以修炼 当然 异火是最佳的选择 这天火三玄变 有薰儿当年施展的秘法枪吗 所有的秘法大多都是以压缩或透支本的方式来获取力量 虽然会让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暴涨 可事后身体确实会出现极大的损伤 那薰儿他之前 放心 从他当年使用秘法后依旧气色红润来看 他并未有太大的损耗 这便是可以看出两种秘法的优劣了 这小女子 虽然天火三玄变对自身的损伤的确较大 可提升力量的幅度却极强 所谓三玄变 就是能够使人的实力接连暴涨三次 当年焚炎谷的谷主只是个五星斗宗 可凭借天火三玄变的三次爆发 击退了一名斗尊强者 这秘法竟能跨越如此巨大的等级进行战斗 可凭借天火三玄变 现在将你的精神融入这股能量中 天火三玄变是靠着某种特殊的方式 将体内深处于火焰共生的能量迅速引导爆发而出 达到瞬间提升实力震慑退敌之效 如想要达到三次爆炸 就必须以三种火焰进行修炼 那焚炎谷谷主只拥有一种异火 而另外两种火焰仅仅是瘦火 便可以将自身的力量提高到内满程度 拥有焚厥的你 若日后收集了三种异火 同时开启三种变化 那种实力的增幅 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先辈 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 没想到这焚炎谷的镇谷秘法 竟然会流落到加玛帝国 炎火内玉府的老头 当年老夫想要戒约一下都不堪 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弟子手中 若是他知道的话 恐怕又要暴跳如雷喽 將尽 将尽 老师 天火三玄变的修炼方式还真是古怪 不知道是什么怪材竟然创造出这样的秘法 不过 这玉片中却仅仅记载了第一种的变化 或许是焚烟谷的手段吧 这样就算秘法为外人侥幸得到 也难以修炼完全 一成就一成吧 正好我体内就只有一种异化 小爷 接下来的行动要极为小心 周围有着不少强度不易的气息 虽然云山在你体内残留的那道印记 被我压制的极地 可他们依然能够借此粗略摸清你的大体方位 果然是欺而不舍 云南总是对我抱了必杀之心呢 小心点 尽量不要被他们拖住 否则一旦后续追兵赶来会很麻烦的 我的灵魂力量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恢复一些 接下来想要从云南总的封锁包围中逃脱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追兵们似乎察觉到了你的飞送一路 正有大批的云南总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 还好有连途的魔兽总拦他们一下 不对 是云南总的长老 立碧已经很明显了 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家老 我没有异议 无论怎样选择 穆家都会一如既往地效忠皇室 难道你们忘了 之前炼药师大会上 硝烟帮助加玛帝国 对抗出云帝国的恩情了吗 这个 硝烟这小家后的潜力颇深 拉拢过来的确对帝国有利 但现在我们出手阻拦云南总 将硝烟放走 那就相当于直接与云南总正面为敌 而那时我们的关系将不可调和 毕竟小爷还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 云山从来不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 就算我们之后一味忍让 他的野心也终会暴露无遗 还不懂 我定然需要更加宏观地 以加玛帝国的利益去考虑此事 虽然这样确实会舍弃一些人情世光 我看你考虑的并不是加玛帝国的利益 而是你们皇室未来是否可以稳固吧 还 不用管他 让他去吧 那三个云南总长老实力不弱 所以对你体内能量残痕的感应 会比常人更清晰一些 而且这片区域并没有太过高级的魔兽 有了那三个长老的气势压制 魔兽们也不会再对云南总弟子们的搜索 造成太大威胁 可恶 若是再任由他们这本搜索过来 迟早会成为龙中之鸟 他们要搜寻的范围暂时还比较广 想离开加玛帝国倒也不难 只要你避开那三个老家伙所在的位置 其他的云南总弟子不足为据 小心前面的埋伏 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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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笨蛋 没有得到长老们的命令吗 一旦遇到萧嫣 切记不可与之应战 只要全力将之跟进便好 萧嫣 现在有些麻烦了 三个长老正在快速接近 而在我们周围 已经聚集了大量云兰宗的弟子 可他们并没有靠近阻拦的趋势 他们是在等那三个长老过来吗 要赶快隐藏起来 尽量不要暴露 等天黑之后 再借助密林的掩护 趁机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也好 云雷长老 他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保持包围状态 所有人不要动 是 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 怎么都停下来了 就 就算是筋疲力尽了 也不足以没有一点行动吧 不管了 现在是时候了 这股气势 是斗王 该死的 这些家伙原来是在等待援兵 你会死的 宗主 萧原身上的能量痕迹 不管如何压制 都逃不过与老宗主功法 一脉生成您的法眼 宗主 萧原杀我云兰宗弟子 罪不容恕 还请宗主出手 将萧原体内那道能量痕迹 彻底诱引出来 宗主 慈原杀他 飞行部队 主力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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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该死的 没想到云南宗 竟然还有这种 大规模的飞行部队 小燕 尽量支持下去 再给我一些时间 你体内被云云 引发出来的那道能量痕迹 便可以压制 这种独特的独特的独特的独特 不准备 小子 今夜便是你葬身之时 可恶 这紫园医的速度 还是无法与真正的斗气画意相比 老师 先解决眼下的情况再说 这家伙速度怎么突然暴涨了这么多 而且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白光也是越来越弱 看来他是在压制着体内阴迹的波动 不要再保留了 若是再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 还有何脸面做着长老 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老师 再持续下去 会再次对您的灵魂力量造成损伤的 老师 老师 小家伙跑这么快 不想细聊聊 小家人临死前的惨状吗 你猜对了 那天晚上我跟云圣都在场 他们所有人酷得撕心裂肺下跪向我们求饶啊 但还是很压 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想告诉你 在我们慢慢折断你父亲四肢的过程中 他才悄悄地跟我说 放过我求求你 老师 你应该已经到了极限 下面就交给我吧 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伙 那就在前面碰头吧 小伙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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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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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天火三寻变第一种 青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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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脸变